如今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做丁克了,而很多人选择做丁克原因非常多,比如年过三十或四十才结婚的明星非常多,不过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作非常忙,没有时间顾虑太多,对于男演员来说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。 但是今天的女主人公,她因为工作也一度想成为丁克,但是在丈夫的陪伴下,最后想通了在四十一岁的时候生下孩子,她就是谢兰,说到谢兰这个女演员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,因为在她出道的那些年来,她一直都活跃在观众的屏幕上,也一度塑造了很多的经典角色。 不过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她在大宅门里面饰演的是那个丫头李湘秀,既调皮又可爱,令观众对她刷爆了好感度。 其实说起谢兰的演艺生涯来说,她的起点似乎比普通女性来说要高很多,因为当时她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被导演看中出演作品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她出演了电视剧是夜半歌手,其中本男主就是风靡一时的张国荣哥哥,而她是演的女主朱丽叶,这对她以后的生涯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。 在当时她还和张国荣哥哥一起合唱歌曲,深情相拥,让人们在她出道的第一时刻就认识了她,是想对于一个女星来说有这么高的起点。 再加上她本来就在颜值方面非常高,演技也不赖,因此她之后的演艺事业越来越顺利,很多导演都找她拍戏。 不久之后她出演电影《走过延东》,因为出演《女一号》,她还凭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当时最优秀的女演员想象,之后也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,比如《雪白雪红》、《烟雪梅》、《魔措女儿国》、《忘掉我是谁》等等获得了很多奖,也让她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星。 就在她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的时候,属于她的爱情也悄然来临,当时她在拍戏的时候遇到了施小红,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 在00年的时候,谢兰和施小红结婚了,当时她们一度被称为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,相信很多人对她在上错花架,嫁对郎中的原部区印象深刻吧? 谢兰一直想把事业看得非常顺利,因此她和丈夫商量不要孩子,丈夫不但没有反对,而且在事业上各种支持,在面对丈夫一直默默无闻地帮助。 最后谢兰还是想通了,于是在她41岁的时候,成功生下了儿子,在儿子出生后,谢兰也退出了演艺圈,异性在家照顾孩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